近日,湖北金门区嘉岭遗址考古工作专家现场会公布了区嘉岭遗址新发现的多组史前水利系统,距今约5100年,这也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水利设施。 记者在位于遗址群东北部的熊嘉岭看到,其水利系统包括水坝、蓄水区、灌溉区和翼红道等构成要素。 熊嘉岭水坝坐落于青木档河东西向支流的河道上,土著而成,连接南北两端山体。 现存坝顶高约2米,宽约13米,坝底宽约27米,南北长约180米。 水坝东侧为蓄水区,西侧为灌溉区,翼红道位于蓄水区的北部缺口处,入口宽约26米,呈南高北低的走势,体现了因地质疑的科学建设理念。 它利用了自然的地势,底下有可能还有基岩,这样比较坚固的这种环境下,在那边修了泄洪道。 水渡了,它可以从泄洪道把它泄掉,避免水汽从坝上面翻过去以后,把坝给破坏掉了。 它们很好地解读了环境,很好地选择了环境,然后再去加以改造。 而且国内目前也没发现这样的一些设施。 现场解剖信发掘显示,熊佳岭水坝早晚两期界限分明,晚期坝是在早期坝的基础上加高加宽扩建而成。 像五千年前,四千多年前,史前时期没有发现这种夯土的结构。 那么这一次,新加岭这个霸体应该是经过很明显的加工改造的这种强势,接近夯土的这种结构。 在江汉平原之前还是没有发现这么早的。 预会专家表示,这一发现标志着史前鲜明的治水理念,从最初被动的防水浴水转变为主动的控水用水,不分实现了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 区家岭遗址治水模式的探索,为史前单体聚落的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提供了细节支撑。 区家岭遗址是区家岭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地处大洪山南路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是时政长江中有文明起源的重要大遗址。